中國能夠接觸到文字的比較多的 除非是宮廷裡面是在屬於政治人物這裡面 他比較有文字比較適合學讀書的 其次就是和尚 和尚的人屬眾多因為是在平常就可以接觸到 不像官可以到精神來看得到 所以他們借助和尚幫助他們翻譯語言甚至會像 這邊看到一幅像如果不看也是 我們真的會以為這是一個佛教的某個 某個什麼尊家什麼什麼的 這是當時唐朝的耶穌像非常的佛化 在當時的文字或是圖像都非常的佛化 也因此當這些東西後來在那個墨高窟這邊 因為挖出來文物 古文物的時候 一開始不知道大家都以為是屬於佛教的東西 後來當慢慢在整理這些文物才發現 竟然裡面有井教的文物 古文物 當時找出來有七件 這上面寫到的七件他們的晶片 那除了這個晶片之外 這個是在90點的時候 考挖掘墨高窟這地方找出來的景色 後來呢在1988又再次的去發掘 又再找出來兩件跟井教的文物 一個是十字架 另外一個是須利亞文的聖經 那這個是經過近代又在考證之後的 新發現的證據 所以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證明 福音確實曾經到過中國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在他發現的這一個文物裡面呢 這一篇呢叫做大情景叫 三規蒙渡戰 什麼叫做三規蒙渡戰 也這是一篇讚美詩 是送在上帝的一篇讚美詩 後來在1934年的時候 有人有把譜成一個曲 然後就變成現在是在大陸的那個 詩歌本 聖經的詩歌本裡面都有這一首 所以是現在仍然普遍流行可以唱的詩歌 好,大情景叫三規蒙渡戰 好,大情景叫三規蒙渡戰 人緣真心夢一致 三才四福阿若何 一切山中之成林 一切歸心成藍德 一切寒陣經歸陽 一切寒陣精歸陽 一切寒陣盡歸陽 夢聲紫光秋一貌忙 一切寒陣金歸陽 一切寒陣盡歸陽 一切寒陣盡歸陽 谢谢观看